你 柳旭同志 咱怎么个逼番 一发定输赢 好 那咱俩把话说到前头 你要是输了 你得答应我 为我们战士们 逢补三天衣服 行 我要是赢了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比完再说 只要是不违反纪律 我一定答应 我先来 你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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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季连长 好枪法 好 好 好 刘虚同志 果然是厉害 我甘拜夏丰 说吧 你要我做什么事 我要参加八戮军 我要跟着八戮军打鬼子 据我们得知 现在大黄庄的据典里 伪军和鬼子加起来 总共有一百多号人 虽然现在他们的战斗力大过于以前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小觑 炮楼上的鬼子居高临下 事业开阔 不利于我们强谱 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要先打掉他们的炮楼 攻打炮楼 需要民兵队的支持和配合 所以刘虚 我们要好好地准备准备 行 听你安排和指挥 进宫的时间预计在半个月之后 希望清副同志 能够顶得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没有接受你 但是我是保留意见的 看见了 我杀过鬼子 走 我带你去看呀 没的 不行 不行 我告诉你 就你做的那些坏事 你足够死一百次 要不是林曹霍拦着我 要不是我还看在 你有孩子的份上 曹就一枪崩了你了 曹霍 曹霍 我去 如果你以后 曹霍 李 Barry 你 是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关键时刻呀 还得靠兄弟 老周这小子 真是够意思 够意思个屁 我觉得他像是在害你 你这话啥意思 你猪脑子呀 他杀了太君 那天要败露了 能有你个好吗 是啊 你想多了 我跟你说 这老爷们在外边 仗着什么呀 就仗着个意思 那我们哥让他交情 那 算了算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行了行了 我不懂 哪天你要被人害了 别来找我哭 我哪舍得让你伤心呢 是 对了 说正经的 你说老周这小子也不容易 这三十多了 连个媳妇也没娶上 你有空来说 你也帮她学吗学吗 你别管人事了 快打咱自己的算盘吧 不是 咱现在有啥可想的呀 听说小鬼子要完蛋了 是 你说你们这帮娘们啊 就是愿意这么交涉到根子 那这话千万不能在外边说 只要让别人听见 小心掉脑 那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你给黄军当差那么多年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让我和老娘怎么过呀 看你这话说的 那我要不给黄军当差 能有咱这个家吗 能有你这个吗 是吧 再说了 就凭你爷们我 是那么轻易就能让人给算计了吗 话要说回来了 我还能舍得 老娘跟你 走 你说 瓦瑶宝的那些寡妇 真那么有本事吗 这有没有本事啊 咱先不说 反正她们是够能折腾 不认识 再加上现在 来了好几百个正经八路啊 就仗着现在 去点的这几十个黄军 我看是真不好退啊 小鬼见完蛋了 要不你投奔八路吧 至少还能保咱的姓名呢 我的姑奶奶呀 您就别有这念头了行吗 你让我投靠八路 那他们抓我还来不及呢 我还自己照上门去啊 那 那他们 还不把我活痞了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办呢 咱呀 混一天试一天 再说了 就仗着咱们 镇上这句点 那帮臭娘们想打进来 也没那么容易 就算是有那么一天 那我带着你跟娘 咱找一清晴地方 那不是照样 过咱那小日子吗 行了行 别操这心了 操心容易老 走 赶紧睡吧 睡吧 睡吧